儒门似书 儒门似书 开始为学之道 为人之道 为正之道 而以修心养性为功夫 以安身立命为基础 以立身行道为实践 以内圣外王为完成 论语以学道为开始 以知命为结果 孟子以毅力之变为开始 以知天 视天为结果 大学以明德止善为开始 以至平为结果 中庸以天命率性为开始 以中和为欲为结果 故知 儒门教化 守重知天命 天命没立定 心性没个止处 性情也难中和 不能立身行道 奸善天下 终究没办法明德成胜 孟子立身行道的脚步 是顺着大学之评章 国不以立为立 以义为立 而大步踏出 倡导毅力之变 王霸之变 人情之变 来真边世道人心 三变有正人心 西斜说的生振效果 力量来自养身 养心 养气 养性的饲养功夫 人心危险 世道就危险 天心未定 天下就乱 禽兽为什么不能成德 由于失道 蛮夷为什么不能成圣 由于失教 天下逆 缘之已到 天下病 圣人医 用到来医 因此孟子产阳圣道圣教 而归本一心 有求放心 不动心的道工 才会有尽心铸天的事工教工 如门做圣功夫在存养 孟子的持之养气 尽心之性 知天是天 善信美大圣神 大化不可知的境界 与孔子的智学 而立 不惑 知命 耳顺 不与举同工 也就是大学中庸之旨 守中 用疾 报医的道理 让人明白由凡入圣 由圣通神的一贯之道 明白做人的根本 也就是为证的准则 而以尽心两字统贯 内圣与外王 孟子说 万物皆备于我 天下尽于一心 如运映白羊 以真理为基础 以心法为依规 以怨力为成就 圣贤真理 白羊心法 天命怨力结合 不可能的事情 也能成为现实 不可能的事情 白羊心法 我会有证明的事情 准备 不用重力 不可能的事情